我的決定就是韓國瑜是六連勝 然後柯文哲是大部分跌了 大部分跌了 但你不要被一個說 很像朱利倫贏了 你不能這樣看 因為我剛剛解釋過了 那主持人我禮拜一在前節目講說 無論柯文哲選不選 韓國瑜都應該參選 那禮拜二我遊走友台 我3月5號這可以掉袋子 我說即使國民黨有人贏柯 韓國瑜那這個不是馬號炮 這可以掉袋子的 那我們回到這個韓國瑜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柯文哲不選了 所以才把這個選項也拋出來 不論柯文哲選不選 韓國瑜都要選 即使有人贏柯文哲 韓國瑜也要選 對 那我回到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他講的是政黨 雖然韓國瑜的前後文 大部分在講民進黨沒有錯 可是他講這句話 他講政黨 不要被政黨呼嚨 政治人物歸扯蛋 然後他提到了這個2018的選舉 台灣整個民主生態改變了 我拿這兩張報紙來當我的這個結論 我現在看這張報紙 這張是這個 那天國民黨的這個拜土立功 當初2016交出政權不就這些人嗎 就這幾個泰洋 就你們當過總統 公司倒閉的敗戰選手們 就套柯文哲的話叫戰犯 不就是你們嗎 那你看他們很奇怪 四個泰洋情緒怎麼在談韓國瑜呢 到底誰是泰洋 難道這個真的是後裔嗎 所以我認為我的看法跟這個 我來解釋我的看法 就是說你看這韓國瑜講的 台灣鬼混20多年 他這個一定不是從蔣經國時代開始算 這是從2000年開始算 所以2000年誰把這個 所以顯然不是這個2000年 所以2000年國民黨倒閉之後 台灣就在鬼混 應該是2016 應該是2016 你看實質經常進行倒退17年 這是主機總數最新的調查 倒退17年 他是從2000年開始算 算到現在是2019 倒退17年 所以這個總的來說 所以主持人我看這個韓市長的講話 我的解讀不在於民進黨 我的解讀在於國民黨 我認為說顯然韓市長看很清楚 其實民進黨現在犯是以前國民黨的錯 所以我的結論是我要呼籲韓市長 難道你要讓國民黨的錯重複發生嗎 誰能夠改掉國民黨的錯 就是你啊 我們現在 diferen處理在國民黨的錯誤 這個是我打印的人